所以怎麼辦呢 可以做一件事 做什麼呢 教育 保護工作表 有沒有 意思是說 你不准給我 隨便從 那個Excel隨便輸入 所以我把它保護起來 密碼的話我輸入1234 一定要一個密碼 我簡單輸入1234 好 這樣子的話呢 就保護了 它能不能輸入呢 不行 不行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啟用表單 如果我用這邊輸入的話 好不好OK呢 這邊有保護 那這邊呢 可不可以這麼厲害 VPA有這麼厲害嗎 它可以跳過去嗎 新增 卡住了 他說 你這個嘗試要輸入的 可能需要密碼保護 所以你可能要輸入密碼 偵錯一下 這一行就卡住了 為什麼 因為這邊 沒辦法 怎麼辦呢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 程式可以動態把它 怎麼樣 就是當你 要 輸入的時候 你就動態的把 這邊怎麼樣 給保護取消 那當你已經輸入完了 你再把保護加回去 這樣就OK了 可是這樣要怎麼做 這也是之前有同學問我 老師這樣可不可以一勞永逸 徹底的幫我保護 這樣我就真的是沒有後顧之憂 我說 老師怎麼做 可不可以幫我想想辦法 說Google一下 沒有 網路沒有人分享 糟糕怎麼做 後來 我發現其實非常簡單 如果你要在VBA動態 把它 恢復的話 其實你只要 學會 一行程式就可以 在哪邊呢 意思說 當我按下它的時候 我要把保護取消 然後最後一行 End Sub上面 就把保護加上去 那你其實只要記一行程式就搞定 怎麼加 我先把它停掉一下 OK 程式的話呢 只要在 我們按下 這個 這個地方一定要先 把那個什麼教育這邊 動態取消掉 所以呢我們可以 在第一行就動態的取消它的話 程式就是記得 一定要打一個叫目前的工作表 目前工作表的 這個 物件名稱叫Active Active目前活動的 工作表的話叫Shit 工作表 OK 目前活動的或者是你可以打成什麼 如果你不要目前你可以打一個Shit 哪一個工作表 第一個工作表 因為我們現在一幅在第一個 這樣也可以 不過我一般習慣是用Active ActiveShit 比較常用 目前活動的工作表 然後呢 把它 動態的取消保護 的語法是叫 取消保護的話 英文 取消保護叫什麼 保護叫Protect 取消叫什麼 加個un un有沒有 un有沒有 那Protect Protect 有沒有 Tect 應該有用過這個單字 Protect就是保護的意思 un的話呢就是取消保護 後面的話記得 把這個 ActiveShit 目前工作表 幫我取消保護 後面因為我加密碼 1234 特別之類 特別之類 我都打小寫 如果你把它移開之後 首次會變大寫 可是如果你移開的話 沒有變大寫 表示你怎麼樣 打錯了 再檢查一下 OK 我把它移開 看有沒有變大寫 有沒有 A跟U 都變大寫 這也是一個 寫程式的技巧 OK 那這個時候他就怎麼樣 動態的把這個保護取消 那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 記得把這一行再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你因為要把它取消了嘛 那以後不就是怎麼樣 以後大家又可以再輸入 所以記得在 最後一行 Elyssub 這個上方 我們要Enter一下 把它再貼 保護怎麼保護 把un怎麼樣 拿掉比較好 Protect 又加上去了 所以其實還蠻好記得 一個是unprotector 一個是protector OK 這樣子的話 特別注意 就 完全可以動態的 怎麼樣 把那個保護取消掉 我們來看一下 OK 這邊我設個中斷點好了 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然後我們來序一下 剛剛那個不OK的 現在不OK的 所以這邊加一下 然後把它run一下 所以剛剛AA 然後BBB OK Enter 這時候Enter 應該 因為我設個中斷點 它會停在那一行 故意的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話呢 不會我沒有切到那邊 反正這個地方的話 你會把unprotector 這個 其實理論上 教應不會被這個表單給蓋住 它已經取消保護了 然後剩下來的話 就讓它全部跑完好了 如果跑完我這邊也再停一下 最後這個地方 全部跑完了 記得再把保護加上去 所以你會發現這時候有沒有成功呢 BBB有沒有 就被加 有沒有就OK了 好不好 開始